年轻母亲和六个月大的女儿居住在城市边的一座公寓 可是这个年轻母亲却突然失踪 现场一片混乱 留下了啼哭的婴儿 还找到了一份带有脚印的文件 这份文件是什么 这个脚印是谁的 他是怎么失踪的 敬请关注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法莫斯维尔是一个小镇 2000年人口普查时有3100多人 该地区夏季炎热潮时 冬季温和凉爽 适宜的气候使得此地发展以农业为主 1930年代 这里曾被誉为洋葱之都 时至今日他们的洋葱出口量依然名列前茅 这里距离德克萨斯州的第三大城市 达拉斯只有50多公里 而达拉斯最出名的 就是获得五次超级杯的达拉斯小牛队 雷切尔托莱森就出生在这里 他阳光美丽 有很多的追求者 2003年 19岁的他就和安德鲁结婚了 时隔一年 他已经20岁 虽然刚结婚一年 他们夫妻并没有像其他夫妻一样 甜蜜地生活在一起 即使六个月前 他们的女儿艾弗里出生 也没有缓解两个人的关系 他将要和安德鲁办了离婚 此时两个人处于分居状态 他和女儿住在郊区的公寓里 在他的亲属眼中 他虽然婚姻不幸 却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2004年3月18日的早上7点30左右 雷切尔的母亲过来探望他们母女 可是刚到房子的地方 发现门并没有锁着 艾弗里也在屋里不停的啼哭 这让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当进屋时 发现艾弗里独自躺在床上 雷切尔不见踪影 整个屋子经过寻找也找不到 情急之下他的母亲只能报警 警察局离这里很近 只有三个街区 当警察赶到时 发现床被移动过 床旁边的柜子也被移动过 这样的现场是怎么造成的 不得而知 雷切尔的钱包和他的车都在那里 在厨房地板上 一些文件就散漏一地 这是他拟定的离婚申请书的文件 在上面印有大号的脚印 可以初步判断雷切尔的失踪 和这个脚印的主人有关 由于没有医师其他财物 说明这个脚印的主人并不是小偷 雷切尔的母亲打电话询问安德鲁 安德鲁只是提到他正在忙 没有办法协助他们寻找 雷切尔失踪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 很多热讯的居民都来帮忙寻找 他们临时组建了一个搜寻小组 在公寓附近进行搜寻 很多人开车骑马或者步行 就这样联系搜寻了五天 依然没有找到他的踪影 几天无果的搜寻后 附近热心的居民已经放弃了 他的家人只能通过 勘通寻人启示来继续寻找 警方以部分警力参与搜寻 另一部分则询问与雷切尔有接触的人 主要是想确认那个脚印到底是谁的 通常涉及到感情纠葛的问题 配偶会成为第一嫌疑人 那么这个脚印是不是安德鲁的呢 在所有人都在寻找雷切尔的时候 一个徒步旅行者在距离公寓约16公里 一处荒芜的州立公园河床上 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受害者是一位年轻女性 通过牙科记录证实 这就是雷切尔 所有人最不想看到的 还是发生了 在尸体约30米的地方 找到了一处火烧的痕迹 这个地方还找到了一些 没有燃烧的木头 事件显示雷切尔被侵犯过 遭过殴打刺伤 最后因窒息而死 凶手的焚烧行为 估计是为了销毁证据 这给寻找凶手制造了不小的障碍 这个地方很少发生这样恶行案件 一个年轻的母亲 完全无辜的受害者 在深夜被绑架 并被残忍的杀害 法莫斯维尔的居民 都感到震惊 同情和惋惜 他们为雷切尔举办了丧礼 很多人都来悼念他 雷切尔的房子 距离警察局只有三个街区 当晚周围的邻居 并没有听到呼救的声音 说明凶手 即使他们不是好朋友 也很可能是雷切尔认识的人 我们前面提到过 通常出现这样的案件 首先要从配偶查起 而且这是两人正在办理离婚状态 他俩之间的确存在 无法调解的某种矛盾 警方了解到 是雷切尔提出的离婚 那么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呢 安德鲁提到 雷切尔被谋杀当晚 他和朋友在聚会 因为自己喝醉了 后来是一个朋友 把他送回家的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去上班 中途他并没有出过门 经过了解 安德鲁所说都得到了证实 他有不在场的证明 根据雷切尔死亡的时间判断 这个时间段 他也的确是在聚会的地方 如果不是安德鲁 那会是谁呢 现在警方手上的线索 只有那个脚印 和没有燃烧掉的木头 可是这些证据 在没有确定嫌疑犯之前 没有办法通过他们破案 在同安德鲁和他的朋友了解情况时 警方得到了一条关键的信息 他们参加的是一个篝火晚会 巧合的是 雷切尔尸体旁边的木头 也并不是周围普通木头 而是一种专门用来 当作篝火材料的木头 在没有更多证据和嫌疑人的情况下 警方想知道 这两处的木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他们将两种木头带到实验室 还请来了专家进行分析 通过木测 确定这两种木材 都是一种豆壳灌木 这种豆壳灌木 在沙漠地区极为普遍 在德州炎热干燥的地方尤为多 它燃烧很缓慢 几乎不产生烟 经常用来烧烤食物 但是这种木头 非常多的人都在用 甚至还有人专门出售 并没有办法通过这些就确定什么 甚至通过聚痕和树木的年轮 也依然确定不了什么 实验室不得已启动了新的技术进行检测 通过激光检测法来分析物质的成分 简单来说 就是当激光照射某种物质时 可以通过光谱分析出 它包含了什么物质 实验室进行检测时 发现这两种木头都含有较高含量的钛 钛并非天然存在于木头中 这表明这两种豆河灌木树 都生长在钛工业区附近 而这个地方的地下水一定被污染过 测试了11根原木中 其中8根来自饭毒现场 有3根来自篝火堆 所有这些木头都有相同的化学成分 和相同水平的钛 甚至相似度达到了99% 它们不仅来自同一个区域 而是来自同一棵树 说明凶手和篝火堆一定有联系 我们前面排除了安德鲁 只因为有证人 而且时间也不对 那么除了安德鲁 会不会有其他人呢 在调查中得知 是其他人带来的这种木头 这个人就是21岁的 莫伊斯·门多萨 他是一名空调威修工 与雷切尔和安德鲁是认识的 甚至他和雷切尔上小学时 是一个班的 在六周前他们才再次见面 有人反映 当雷切尔要和安德鲁离婚时 门多萨还追求过雷切尔 到底门多萨怎么样 他和这起案件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莫伊斯·门多萨 1984年出生 西班牙裔 他有不良的犯罪背景 2001年 他曾试图绑架过一个年轻的妇女 但是没有成功 2002年10月 曾遭到两次严重的抢劫指控 但是也没有遭到逮捕 警方搜寻他的家时 发现了一双靴子 靴子表面有很多灰 还伴有汽油味 不过聚会篝火的木头 就是他带过去了 有这些也不能说明什么 可是不同的是 这双靴子比较特殊 雷切尔申定书上的脚印 和靴子的印痕是否一致呢 调查人员将两者进行了比对 结果就是 在尺寸形状和设计上 都有着共同的特征 只是这些证据 依然是不够的 警察还在他的家中 找到了一件牛仔裤 裤子上 则找到了几滴 微小的血滴 经过血液的DNA检测 这些血滴就是雷切尔的 在警方对他进行审讯时 他承认的就是他所为 他没有丝毫回忆 3月17日当晚 门多萨参加了沟火晚会 还带去了一些灌木去燃烧 目击者说 当时门多萨正在喝酒 很生气 在聚会上还曾经威胁过几个女性 说是要伤害他们 当门多萨在聚会上 见到安诺鲁时 他知道一定是雷切尔一个人在家里 他一直想追究他 凌晨两点左右 他离开了聚会的地方 当安德鲁他们还在喝酒 门多萨开车去了雷切尔的家 从床铺和柜子的移动来判断 是雷切尔同意 门多萨进屋的 雷切尔是在屋里遭到绑架的 当时他在屋内反抗过 这才造成了物品的疑问 厨房离婚的申请书 散落了一地 也是在反抗中弄的 后来门多萨将雷切尔带走 雷切尔死亡后 他用车上多余的木材进行纷烧 尽管他销毁了一些证据 依然留下了一些别的线索 雷切尔死后三个月 门多萨被审判 并被定罪一级谋杀 他被判处死刑 他的家人曾提出过上诉 说自己儿子喝醉了 说他患了抑郁症 因为他所犯的罪太过恶劣 都被法院驳回了 他伤害了一个家庭 剥夺了一个年轻母亲 想要的一切 雷切尔一心中 最想看到的就是 自己女儿迈出的第一步那一天 最想听到的 就是女儿喊他妈妈的那一刻 就被这么一个邪恶的人 给剥夺了 实际上门多萨在犯罪的那一刻 就已经为自己绝好了坟墓 2005年7月1日 门多萨被执行死刑 雷切尔的父亲 现在抚养白府里 当地的一家银行机构 为了更好地照顾他 还专门成立了一项特别基金 他没了母亲的陪伴 但他的家人和社会 会让他有一个值得怀念的童年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老孙 我们下期见